这期视频是我制作的光线认识利用的第二个视频 今天咱们来聊聊低成本的人造光线 各位好,欢迎回到阿卖科技,我是上海波 与上期介绍的日光光线类似 对人造光线的识别和利用 也会对捕捉画面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频道的受众里出学者比例非常大 因此我不会介绍特别专业昂贵的灯光 更多从家居照明和低成本的摄影灯光角度来分享接下来的内容 人造光源的种类非常多 我主要介绍白石灯、荧光灯和LED灯三个类别 白石灯就是传统的电灯泡 它的光线偏暖,显色性最好 也就是说在这种光源下,物体更能呈现自己原有的色彩 白石灯的缺点也很明显 它使用寿命短,容易发热,而且非常耗电 目前逐渐被淘汰使用 第二种常见的灯光是荧光灯 这种灯非常常见 它很节能,使用寿命长 但是显色性不好 在这种灯光下拍摄非常容易出现偏色 最后一种是目前主流的LED灯 它节能环保,寿命也比较长 是目前购买灯具的首选 为什么要介绍这些灯光种类呢? 我觉得当你在家里产生拍摄冲动时 你至少要了解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灯光下 这类灯光的特点是什么? 学会扬长臂短 购买低成本的摄影LED灯具 我认为有两个参数,你一定要清楚 首先是灯具的色温 普通的家用LED灯 要不是2700KW左右的暖色光 要不是6500KW左右的冷色光 而摄影类的LED灯具 色温是更接近太阳光的5500KW 所以你如果想买一些用于拍摄照明的灯具 色温一定要选对 购买灯具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参数是显色指数 显色指数有多种计算方法 比如CRI,TCLI等 不愿意深入了解的话 你就记住,选这种显色指数 约接近100的灯具越好 一般显色指数在95以上的灯具 属于非常专业级的灯具 价格会非常昂贵 对人造光的控制和利用 我从光线的亮度、软硬和色彩 简单分享一些技巧 灯光够不够亮 我们是通过通光量来衡量的 通光量的单位是流明 如果你想买一个亮一点的灯具 那就注意一下这款灯具所标注的流明值 如果在室内想增加拍摄场景的亮度 你可以通过购买更大通光量的灯具 叠加多个小通光量的灯具 或者把光源靠近拍摄对象来实现 降低亮度正好相反 低通光量的设备离得更远 遮挡等方式都能做到 确定光线的亮度以后 我们还要选择合适的硬度 软光很均匀 拍摄的画面对比度很小 我出镜的场景所使用的就是软光 软光可以借助在直射光线前 加揉光照揉光布 或者利用白色物体 比如白墙、白布、白纸的反射获得 一般而言光线越分散 光源距离越远 得到的光线越柔和 硬光拍摄得到的画面 有大面积的阴影 对比度很高 非常风格化 获得硬光 我们要把光线汇聚起来 常见的聚光设备是这种聚光灯罩 在光线的颜色方面 你可以像我这样 买一些多种色彩的LED灯 很便宜 或者在普通的灯光前 加绿光色片 选择灯光颜色时 不同的色彩 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相争意义 这方面我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更多手机摄影和视频拍摄 制作相关的优质视频 请持续观赞麦科技 咱们下期视频见 033第四条 123456 123456 123456 7 8 9 10 手机来电话 104356 171 156 179 18 189 159 169 20 199